在嘉義縣六角箱的一位製腳師傅 不從一般使用木頭做腳杯 而是遵照鼓勵,用竹頭來製作 因為鐵頭杯這種東西 它就是鐵頭的天然,就是斑葉餡 斑葉餡不像鐵,就是鐵頭撈鐵 它那個纖維,剛好這個杯 這個杯的纖維就是我們圓這樣 尤其是鐵頭,在土地,整個都接做好 這就是一個盒,包含著白祖千孫 做杯在我們台灣等戰的時候過十年 差不多在三十年前,我開始在做杯 一句話,我遍佈前省的座廟 這樣看著鐵頭杯的形態 它沒有固定啦,它還不固定 是會有的,過馬來的真正的才能說 每年的農曆四月到六月 我們那個月都是在補,我做的都是有鐵頭 七鐵頭就補了 製作竹腳的過程不簡單 光要乾燥竹料就要花上至少半年的時間 製作細節更是不能馬虎 在沒有師父可以討教的情況之下 多年來黃毅勳只能自行摸索 用經驗和教訓成就這個記憶 鐵頭在做也沒什麼可以做 那一句話,鐵頭也不懂 黑白頭在黑白瘋 沒有的時候只有鐵頭就好 再來做下去,啪下去 才知道啪什麼鐵頭才可以 做這十幾年的經驗就是 處理力的發封,然後去藥荷 然後去砰在投射的輪廠 來來飛飛,就在砰一言 那鐵頭會流動 我名前叫我來做鐵頭杯 我就認真地做 我們兩個同學 就叫我公公一輪過一輪 每天也要做杯 不然中藝也會幫我們幫忙 幫我們今天做到今天 讓大家這樣都很愛用我們的產品 我也很感興 因为中国木质脚杯清销 也造成脂脚工艺逐渐消失 黄一勋的记忆经过不断的修正 把制作主角的经验记录下来 希望能找寻一个心存三念 不为利益的人把这项工艺传承下去 我一定要找一个做这个心杯 不然有一种欧杯做的心量 不然急要慢慢做得漂亮 脚杯是人与神沟通的桥梁 在工作室里 每对主角都是黄一勋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也因为精细的外观成为许多人的收藏品 更有从国外牧民而来 让这个国宝级的主角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 中正一报 黄宝慧 王书雅 嘉义线报导